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台湾时间15号的凌晨审议2022年的台湾政策法案 立即了两小时的讨论是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 进一步会强化美台双边的关系 法条内容涉及到了我国出媒代表处的改名 还有提升台湾成为美国非北约盟国的地位